4月13号星期二 美国的疾病管理预防中心CDC 以及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宣布说因为出现了不良的反应 所以说暂停施打强生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 并且呼吁已经打了强生公司疫苗的民众 如果有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就医 那么现在已经有超过680万的美国人 接种了强生公司的疫苗 在当中发生了有6起病例 而有一人死亡 那么在星期的白宫新冠疫情的新闻简报会上面 美国的国家过敏剂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表示说 虽然680万人里面只有6个人出现症状 不过谨慎起见决定先暂停强生公司疫苗的接种 那么这强生公司疫苗的科学原理 跟英国的AZ阿斯特杰利康疫苗是相似的 都是利用弱化版的腺病毒 来携带新冠病毒的极蛋白引发接种者的免疫反应 那么这个白宫的新冠疫情协讨官杰夫奇恩此则说 暂停使用强生疫苗的决定 并不会对美国的疫苗接种项目有重大的影响 因为强生疫苗目前只占被接种疫苗的不到5% 他并且说美国现在已经获得了足够为3亿人接种的 辉瑞公司疫苗以及莫德纳公司的疫苗 而这两家公司的疫苗使用的技术是MRNA 昨晚美国官员也呼吁 如果你已经是预约了强生公司疫苗的民众呢 赶快取消预约改约辉瑞以及莫德纳公司的疫苗接种 赶快取消预约